云林果农全家出动 老中青三代同堂 忙着抢收木瓜 小朋友拿着小风扇一边吹 能帮多少算多少 因为台风就要来了 果农实在不想看到 上次凯米台风的惨况重现 除了忙着采收 还有一些还没长大的木瓜 也要加强固定 另一头香蕉农也是严正以待 做好房台准备 避免落果造成损失 忙着抢收的还有柯农 就算做赔本生意 还是得加紧脚步采收 镜头转到苗栗 大闸蟹养殖户 忙着加高水池周边的防护 盛防大闸蟹出逃 水一流出来可能就会溃体 溃体以后大闸蟹就跑走 所以关这个水盐是很重要的 南投仁爱乡农民一早就忙着抢收甜椒 除了甜椒还有结瓜甘蓝等蔬菜 通通都要加紧抢收装箱运送 怕淹水的蔬菜还有叶菜类 彰化农民忙着抢收地瓜叶 另外还有沉甸店的冬瓜 最怕刮大风 中部各县是农民民总动员全力防抬 不过台风还没来 果菜市场价格已经先涨大约两成 果菜市场研判 交易量比平常多了大约四成 有了上回惨痛经验 农民事先做好准备 期盼台风不要带来太大的灾情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